大家晚上好,我是姐姐 由于我们村子最近频繁发生怪事 所以我要到村子里面唯一一栋疯人院去查看真相 现在是晚上,看着这栋楼,到处都透露着诡异 不知道我会在里面探索到怎样的真相 现在我就要进去了 我有一点紧张 同学们,你们可以给我一点鼓励吗 很好,我已经来到了大门口 现在我就要进去了 不得不说这一栋楼真的很高 很好,我已经进入到了里面这是一个大厅 里面一个人也没有非常安静起了 怪了,这一栋楼层这么高 怎么没有一条梯子通往楼上呢 这样我怎么继续下去 这里有一个箱子 或许能在这里找到通往上面楼层的方法 我得看看里面有什么 只有一个拉杆真是奇了怪了 这里好像没有看到任何机关呀 我得找一下等等 这里有一个方块跟别的方块不太一样 它是金色的 或许玄机就在这里 我将这个拉杆装配上去 很好,非常合适 启动开关,快看啊 原来这个秘密通道就隐藏在了这里 终于被我找到了 我得上去看看 不过要小心一点 果然这里是一条楼梯 现在我就要到楼上去看看楼上究竟有什么 这里有一扇奇怪的红色门 这里贴满了镜纸的标志 看起来非常危险 不过即使在危险我也要进去看看 因为整个村子都等着我解决这个问题 现在我就进去了 开门看看 里面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通道 真是奇了怪了 怎么什么也没有等等 什么情况这个门怎么被铁栏杆封锁了起来 那我岂不是没有办法出去了吗 这栋楼实在是太恐怖了 没办法了 我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走了 这里有好多扇门 这里是病人的房间吗 我去看看这个房间是空的 看起来像是一个宿舍 等等 有情况 床底好像有一个箱子 我得看看里面能找到什么 我太棒了 我找到了武器 有了武器防身接下来的探索 我更有底气了 而且看起来威力还很强 真是太棒了 这个房间已经被我搜寻过了 我该到下一个房间了 就是这里进去看看我的天啊 这周房子怎么这么奇怪 这里到处都是血迹 除了这些血迹什么都没有 我还是去其他房间看看吧 这个房间看起来也一样 地上都是血迹 不过我非常奇怪一点 就是为什么这里一个病人都没有呢 他们人都去哪里了 这个房间的拉杆怎么拉不动 真是奇怪 难道这个门坏了吗 哪有我的天啊 他们是什么东西 看起来好诡异啊 一直在地上阴暗扭曲爬行 他们是什么便宜物种啊 还好我有武器 都给我去死了 不要过来太可怕了 这一刻如果不是这个门关起来 我真的很想逃离这个地方 早知道我就不自己来这个鬼地方了 天知道我这一刻有多想赖起 不过还好他们全部都被我用枪扫射干掉了 看来接下来我要更加小心了 最好不要再碰到这群怪物了 这里有一段楼梯 我继续向前看看 我必须要非常小心 你这里又有一扇红色的门 这次门上都是什么旁边印着奇怪的标志 我从来都没有见过 你们见过吗 这个标志是什么意思 告诉我吗 不管了 打开门再说里面什么也没有 但是看到了一条长长的楼梯 等等旁边好像有一个玻璃球笼里面是什么东西 囚禁着一个黑色的方块 这是一个什么东西来的真是有一点看不懂 他为什么会被困在这里呢 距离的太远了 我想进去看看 在此之前我得先把这个玻璃球笼打碎 这样我才能够进去 很好一起 再来一枪 我已经能进去了 不管它是什么东西 我手上有枪 它怎么也打不过我 现在我就要看看它究竟是什么怪物 村子里面最近发生的这些灵异事件 难道跟它有关吗 你好 请问你是谁 哎呦我去 吓老子一跳 你这玩意儿怎么还弯秃脸这一套呢 给我去死吧 这就是惹怒我的下场 真是不要命的东 不过它里面隐藏了一个宝箱 我得看看里面有什么 哇 装备还不错 刚好可以安抚一下 刚才我被吓到的心灵 这些全都归我了 现在我就要将这一套装备穿上 我看还有哪个不长眼的东西敢来挑战我 我要换上一把心枪 它的战斗力 咬到了兄弟们 好了 现在我该继续探索这一座疯人院的这一座梯子上面 不知道会遇到什么 这会是最后的门 这一扇门什么标志都没有 与其它们不同 它的颜色是绿色的 让我来看看里面有什么 我的天啊 好诡异啊 里面怎么全是红色的 不过我会害怕吗 开玩笑不可能的 我就要探索这一片地方 等一下 等一下 我好像听到了里面有动静 我得过来看看 这个人是谁看起来像是一条虫子一样在这张床上蠕动 他是谁呢 他为什么一直在尖叫他是疯人院里的神经病吗 他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呢 喂你好 能听得到我说话吗 哎呦 我去这玩意儿好像要变异了 我的天啊 救命啊 他怎么突然变异成了一个怪物 我要回家找妈妈 我再也不来这个鬼族丰玩了 这一点都不好玩 我的天吓死我了 差点被他弄死 还好我有足够多的武器 是我一枪 我的天啊 他的生命力怎么这么强这样了都还不死 那我只能换多几把武器轮番来攻击了 救命救命救命 他简直太难搞 我吓死我 终于把他干掉了 这些经验 求我的全部捡起来 这个地方被他破坏的四分五裂 这里有一条贴纸蝴蝶上去看看 或许这里就是楼顶 没错 这里的确是楼顶 现在我已经上来了 这就是疯人院的楼顶 一路下来这些怪物已经被我解决得差不多了 我们村子今后或许不会再面临一些灵异事件的骚扰了 这个箱子我得看看里面有什么 我的天啊 里面全都是钻石同学们 你们看到了吗 全是钻石 我都快要拿不下了 所以我只能替换掉一些东西 把这些钻石全都拿走 发财了发财 我把这些钻石全都带回去卖其不得高兴死呀 哈哈哈哈 同学们 这些钻石我也分给你们一点 屏幕前的你们赶紧接住 许下愿望 很快就会实现 你们接不接 不过现在我觉得这个疯人院没有存在的必要 我需要将它销毁掉 现在我就要换上我的火箭炮将这里摧毁 再见了 往后我们的村庄将不会再存在疯人院 快醒醒放快哥 别睡了快醒醒快点起床 谁啊一大早的还让不让人睡觉啊 哦是你啊大傻春 你一大早的就过来叫我起床 是有什么急事吗 重大消息 你绝对不敢相信我发现了什么 你猜猜我在来你家的路上发现了什么 发现了什么别卖管子了 快点说吧 疯狂的科学家博士在我们的村子里面 研究出来了一台人体交换机器 什么人体交换机器 那个是什么 算了口头上说不清楚 跟我来看了你就知道了 我敢打赌这个机器一定会惊掉你的下巴的 真的吗 真的有那么厉害吗 当然我敢说这是人类史上最伟大的发明之一 我从未见过如此令人震撼的发明 不得不说那个疯狂的科学家可真是个天才 居然能研究出一台这样的机器 快点方块哥别磨蹭了 就在这里的前面我们马上就要到了 快过来看方块哥 这保准能惊掉你的下巴 你好很高兴能向你们介绍我的新发明 这才是我最新研究出来的人体交换机器 它可以交换进入到这台机器后的人的大脑 真的吗 真的有那么厉害吗 你该不会是在骗我们吧 大傻春你是不是上当受骗了 方块哥相信我 我今天早上已经看见过疯狂博士展示这台机器的威力了 我证明这台机器真的跟疯狂博士所说的一样那么神奇 真的吗 你能向我们展示一下你这台人体交换机器的威力吗 当然看好了小伙计 这两个是我的实验对象 为了向你们证明我没有撒谎 接下来我将会让这个墨影人和骷髅僵尸来证明给你们看 很好进入到房间里面去 很好准备好了吗 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 可千万别眨眼哦 只要我按下这个开关 我的人体交换机器就会开始运作 好了你们现在可以出来了 等等这个墨影人为什么变小了 他的体型变成了骷髅僵尸的样子 我天哪 那个骷髅僵尸居然拥有了墨影人的瞬移能力 这太神奇了 我不敢相信我眼前所看到的一切 快看哪 那个墨影人就像是一个骷髅僵尸一样对着那个骷髅僵尸设计 而那个骷髅僵尸则是像墨影人一样到处瞬移 天哪 多么伟大的一项发明 好吧我们现在相信你了 我们也想试试交换大脑的感觉 可以让我们来试一下这台人体交换机器吗 疯狂博士 当然不过前提是 你们得支付我一百美金 什么一百美金 你怎么不去抢 方块哥我真的很想试一下交换大脑的感觉 就让我们试试吧 可是我身上一分钱也没有 没钱就别来这里捣乱 给我等着吧 我们一定会想办法带着钱回来的 我们得想个办法 如果我们想试用那台人体交换机器的话 就得想办法去赚钱 可是我们没有工作也不知道该怎么挣钱 我们该去哪里给那个疯狂博士拿一百美金呢 等等有了我想到的办法了 大傻村如果我们能找到一份兼职的话 那我们不就能赚到钱了吗 虽然但是我们该去哪里找兼职呢 这里的村民都很勤劳 他们都不需要帮助 黑方块哥大傻村 你们在这里刚好 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今天警局刚来了一批新的装备 但是我的同事们都有任务出去了 现在没有人在这里泄火 你们能帮我吗 我会给我们支付工钱的 真的吗 哦天哪太棒了 我们有工作了 我们非常愿意 很好跟我来就在这边 太棒了一定是老天听到了我们的声音 给我们安排了一份工作 跟我来就在这里面 好了就是这些 我需要你们帮我把这些箱子 给拖到这些库房里面去 对了记得轻拿轻放 不要摔坏这里面的东西了 不然把你们给卖了也还不起 好的没有问题 保证完成任务 好了我现在要去忙了 剩下的就交给你们了 来吧让我们开始我们的工作吧 大傻村 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赶紧结束工作 去体验一下跟你交换大佬的感觉了 我敢肯定这一定会非常的有趣 我也是 希望这次兼职的钱足够让我们支付这笔测试费 这些箱子可真重啊 我很好奇这些箱子里面到底装了什么会那么重 难道是石头吗 别好奇了大傻村 这些是警察的秘密装备 不是我们能随便打听的 我们只要干好我们的本质工作就可以了 等工作结束我们就能拿到我们丰厚的报酬了 不敢置信我们居然会那么快就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兼职 一定是老天爷在眷顾我们 我很好奇大傻村你的脑子换在我的身体里面后会是一种什么感觉 我该不会变得跟你一样蠢了吧 方块哥你什么意思 我也是很聪明的好不好 我只是平时比较粗心而已 哈哈哈哈开个玩笑别当真 黑方块哥大傻村 刚刚他们打电话跟我说专业的搬运工已经到了 现在你们可以回去了 这些是你们的报酬今天幸苦你们了 谢谢 太棒了大傻村我们现在有钱了 万岁让我们走吧 希望那个疯狂博士还在那里 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体验那个人体交换机器了 我也是让我们赶紧回去吧 让我们快点不然待会太阳都快要下山了 太棒了他还在那个疯狂博士还在那里 我们回来了博士 怎么样带钱来了吗 当然这是给你的测试费 好了现在给我们体验一下交换大脑的感觉吧 很好那就让我们开始吧 你们得先各自进入到这个机器的房间内 太棒了我已经等不及要开始了 来吧让我们进去吧 很好现在你们需要双眼直视前方 身体不要动 准备好了吗我要启动机器了 321启动 好了实验结束了孩子们 你们现在可以出来了 感觉怎么样 你们现在感觉如何 哦天呐太奇怪了我为什么会变成了绿色 而且我的声音为什么变得跟大傻春一样了 哦天呐大傻春你现在看起来可真奇怪 你为什么会变成了红色的 你现在就像是一只红烧乌龟一样 好了你们现在可以去玩了 好好感受一下你们的新身体跟脑子吧 这个身体交换机器真的太神奇了 我现在可以看到大傻春脑子里面全部的记忆 等等大傻春你太过分了 你怎么能偷吃我的蛋糕还欺骗了我 我没有方块哥 别狡辩了 现在你的脑子在我的身体里面 我能一清二楚地看到你之前是怎么偷吃我的蛋糕的 可无方块哥你怎么能偷我的玩玩具 你这个小偷 我通过你的大脑看到了你偷我的玩具了 你还骗我说没有 绝交吧我们再也不是好朋友了 太过分了大傻春这个小气鬼 不就一个玩具吗有必要这样吗 好吧也许我应该跟大傻春道歉的 我们两个人都有错 我们不应该对朋友撒谎的 好吧我现在要把大傻春的玩具还给他跟他道个歉 希望大傻春能原谅我 黑方块哥 抱歉我不应该偷吃了你的蛋糕还不承认的 对不起我给你买了新的蛋糕请你原来我 对不起大傻春我也不应该偷了你的玩具 这是你的玩具 现在皇帝你 我们现在还是好朋友吗 当然我们永远都是最好的朋友 奇怪 外面怎么传来一阵阵嘶吼声 天哪那些是什么 僵尸吗 为什么到处都是僵尸 究竟发生了什么 一夜之间 怎么整个凡村都充斥着这些可怕的生物 不敢想象我竟然被僵尸包围了 这可真是遭到透了 现在该怎么办 我实在是太害怕了 我不敢出去 因为屋子周围到处都是可怕的僵尸 他们把这里围了个水泄不通 也不知道阿力那边是什么情况 或许他会有逃离出去的办法 阿力阿力 你看到了吗 周围到处都是这些僵尸 我们该怎么办 如果继续这样下去 我们不是被饿死就会被僵尸吃掉 三娃你别慌 你家里有武器吗 我找找看 我这里有一把弓 虽然只有九支箭 但我可以试试看能不能对付这些可怕的僵尸 不过我需要爬到屋顶上去 才可以观察那些僵尸的动向 因为近距离才能发挥弓箭的威力 然而就在我准备行动的时候 那些僵尸突然发现了我们 他们开始向我这边移动 天啊 他们蜂拥而上 数量太多了 我能打败这些僵尸吗 我迅速拉弓射箭 一支支箭尸准确地击中了前方的僵尸 箭头越来越少了 没有弹药根本消灭不了这么多的僵尸 阿力我想到了一个完美的计划 但我们需要联手起来一起行动 等我跳过你的房屋再商量 我现在从你屋顶的烟囱下去 那样僵尸就攻击不到我 好险 阿力太可怕了 村子里到处都是僵尸 冲破所有的僵尸逃离村庄是不可能的 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要在他们的包围下生活 是的 桑阿你刚才说的完美计划是什么 快说来听听 也许我们可以在地下建造一个城堡 在地底下生活 哇塞 这看起来是一个不错的主意 那我们赶快行动起来吧 等等 我刚想起来我有一些应急用品 也许可以派上用场 真的吗 太好了 他必须准备好 你的应急物资在哪里呢 阿力你把物资买在这里呢 这里有一把铲子 千万要小心 尽量站在僵尸够不着的地方 所以你把应急物资埋在院子里了 你真是一个机灵鬼 桑阿现在全部的物资都在这里了 这是饼干 我们一起吃掉吧 可是这些饼干是不够我们吃的 所以我还学要寻找一些不羁品 是的 看到你家对面那条街了吗 那是邻居家的房子 我想那里面肯定有些失误 但我们怎么过去呢 地面上到处都是僵尸 我在想我们可以挖一条从你家到那边的水 但如果我挖错了地方 我们就会被僵尸攻击 那就太糟糕了 因为看起来还挺远的 所以接下来我们在左边挖两个通道 相信总有一个通道是对的 如果我们是对的 我们应该是可以进入那栋房子 你看我们挖到鹅卵石 如果我们在鹅卵石上凿得 或许就通向另一所房子了 是的 不管怎么样 我们都要试一试 因为我们别无选择了 我们做到了 我们到达了另一个房子 我不敢相信这个计划成功了 真是难以置信 虽然这一路挖得很辛苦 但这一切都是值得 好比被僵尸吃掉 快看看这房间里有什么东西可用 三娃我发现了一个箱子 真的吗 里面有什么食物吗 也许会有我们想要的补给 让我们来打开看一看 哇塞太好了 我看到胡萝卜和土豆 这是什么 这里有个钻头 我完全没有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 箱子里竟然有钻子 一些胡萝卜和土豆 这些食物应该可以够我们吃一段时间了 等等阿力 我想我们还不能吃这些食物 为什么不吃 不吃东西我们是会饿死的 阿力我们不知道我们会被僵尸 困在这个村子里多久 最重要的是 我们还发现了这个钻头 你看如果我们用这个钻头 我们就可以建立一个地下王国 你觉得呢 你的说我们住地下吗 是的 在地下王国 我们不会受到区域的影响 僵尸也下不来 不过现在也没有什么其他好办法 也许我们可以试试 接下来我们就从这里开始挖吧 上面有一些僵尸 所以我们应该挖下去 是的 如果挖错了地方 我们就得和僵尸战斗了 阿力我差点忘了这很危险 所以戴上头盔更保险 是的 现在就让我们开始建立我们的地下王国 这个钻头处理这些岩石非常轻松 很快就挖了一个大大的平地 现在我们也可以到这里来 我们的房子是相连的 接下来我们得开始种点 因为我现在很饿 所以在我们吃完胡萝卜和土豆之前 让我们把这些食物种下 这样才会有吃不完的食物 但我们从哪里开始呢 首先我们可以在这里放一些土 这样种出的青菜才美味可口 不过最重要的还要有水 我们需要水来建造一个农场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水的方向应该是在那边 现在我们可以种植我们的胡萝卜和土豆 看起来就很不错 现在我们的地下农场就建好了 只要饿了就可以来这里摘取食物冲击 一个没有僵尸的地下王国就这样诞生 简直是太完美了 在这期视频 村庄被邪恶的月亮袭击了 我们要拿起武器 保护我们村庄和村民 我跟狗蛋哥刚玩完捉迷藏回家 准备打开电视机 看一下海绵宝宝 突然 突发新闻 警报 警报 月亮落在我们星球上了 有危险 我们需要逃离这里 我现在很害怕 出门看一下 看看是不是真的 防止有人搞恶作剧 狗蛋哥 快看天空 这是什么 月亮好像正在接近我们 怎么办 我们需要准备什么 狗蛋哥你有什么办法 狗蛋拿出他的弓箭 射击月亮 但是好像没什么卵用 快看 月亮转过身来了 这是一个非常邪恶的月亮 我们还是宝宝 打不过他 我们赶紧跑吧 村民也纷纷出来看了 他们也被吓倒了 各自逃窜 突然来了一辆巴士 是来接村民们离开的吗 我想我们也走吧 找一个安全的地方躲躲 忽然 等等忘了我们了 他们开车走了 我跟狗蛋被落下了 现在没有办法了 我们只能想办法保护我们的村庄 狗蛋哥我们行动吧 首先 我们先去加固一下我们的房顶 这样我们就有一个可靠的安全基地了 开始把狗蛋哥 现在马上开始动手加固房顶 狗蛋哥猜想是不是外星人来接管我们 好像在拍动画片一样 难道我们也要像动画片里面成为主角打败他们吗 想想都有点紧张 忽然 狗蛋哥快看 月亮越来越近了 他向我们的房子发射火球 不好 快躲起来 外面已经燃烧起来了 狗蛋哥不小心中火球了 现在非常危险 我赶紧走 邪恶的月亮还在找我 他疯狂地向我们发射火球 整个村庄都已经燃烧起来了 他发出了恐怖的笑声 太瘆人了 我赶紧躲回家 爬上楼 狗蛋你怎么样啊 没事就好 我想我们需要赶紧回家找一下武器 看看箱子里面有什么 有步枪跟火箭筒 都拿上吧 大战马上来临 狗蛋哥拿起枪 装上弹药 我们现在出门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放马过来把邪恶的月亮 攻击他 我们得边打边躲 他非常巨大 我们要狠狠地教训他 他非常愤怒了 但是我们的武器对他好像没什么伤害 狗蛋哥边打边退 他非常恐怖 是时候拿出我的火箭筒了 瞄准 开枪 他掉头想跑 继续攻击 完了 他朝着狗蛋哥那边追去了 狗蛋需要赶紧躲起来 狗蛋躲在草丛里面好像个乌龟 邪恶的月亮好像找不到狗蛋了 再四处观望 狗蛋哥拿出了一颗手雷 想用手雷炸飞邪恶的月亮 但是好像丢不到 该我出手吧 是时候结束这一切了 我爬上楼顶 就让我奥顿石头 亲手终结这一切吧 我拿出我的揪击机关枪 狗月亮看过来 我请你晚餐吃子弹 来一场真男人的战斗吧 攻击 怎么打他好像没有伤害 他还向我发射火球攻击 现在该怎么办 我们的武器好像对他都没有伤害 我们还有什么办法拯救我们的村庄 他还在疯狂向我们村庄发射火球 难道真的没办法了吗 狗蛋哥我记得我们还有一个秘密宝箱 在这里挖出来 里面有成敦的火药 现在只能跟他拼了 我们需要制造一个陷阱 狗蛋哥你来做诱饵 我们先把陷阱弄好 我们抓紧时间 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现在不能让月亮注意到我们 不然我们就危险了 我们赶快把陷阱装好 打败月亮 我还想去玩弹仔和看一集可爱的海绵宝宝 月亮朝我们这边来了 终于完工了 一切准备就绪 现在狗蛋哥需要吸引邪恶的月亮 往我们这边来 狗蛋大喊 臭月亮 傻月亮 有本事来打我呀 我才不怕你呢 他来了 狗蛋哥小心 他中计了 我在上面准备了 成敦的火药爆炸 炸出了一个巨坑 成功了 我们赢了 我们的村庄得救了 邪恶的月亮被我们打败了 我们是最棒的 村民的大巴车又可以开回来安居乐业了 喜欢我跟狗蛋哥的小伙伴们 记得点点关注 假如你在我的世界中 发现一个能够变成各种人物的魔法台 那么你会选择变成哪一种呢 快来土豆 我找到了传说中的绝色魔法台 什么是绝色魔法台啊 野哥 我没听说过啊 就是可以变成各种人物的魔法台 哇 真的吗 他也太棒了 就是这里了 你只需要躺在你想要变成的人物床上 稍微等待一会就可以了 这不可能吧 野哥 你不会又想要骗我吧 口说无凭 现在我们就试试 让我想一想 变成什么 这里可以变成村民 墨影人 铁傀儡 僵尸 甚至还可以变成墨影龙 那我先变一个最近简单的吧 先从村民开始 我只要躺下就可以了 是吧野哥 没错开始你的美梦吧 OK 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了 哇 我真的变成村民了 这真是太神奇了 土豆 现在你就可以打入村民内部了 我自己多没意思啊 野哥 你也赶紧变成村民吧 我们两个一起打入村民内部 那好吧 我这就来了 太好了野哥 你现在已经变成村民了 我们赶紧出发吧 这太棒了 我也成功的变成村民了 快到了 快到了野哥 你看啊 他们开会的地方 都是有守卫的 我们不能轻松的进去 这里有一张告示 上面写着 只有村民能够进入 而且 小野和土豆绝对不可以进去 好吧 他们竟然 针对我们两个 不过没关系土豆 我们现在已经是村民了 我们可以大摇大摆的进去了 对啊野哥 他们这里面肯定藏着不少好东西 我们赶紧进去看看 啊 这里是他们的大仓库 这里面肯定有好东西 没错野哥 我看他们经常把绿宝石运到这里面来 不不土豆 你说错了 这里面可不止绿宝石啊 这里面钻石 金块 铁块 什么都有 我们这下发财了 野哥 不不 土豆 我们不可以这样 我们要做一个好人 我们只需要把之前村民没给我们的拿走就可以了 好吧 野哥 你说的确实对 我们只拿走属于我们的东西吧 OK 我们离开这里吧 快快野哥 我现在想要变一个全新的人物 我现在要变成我就害怕的墨影人 因为我每次都打不过他 你确定吗 土豆 当然了我这就开始 那么接下来又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哇 这也太棒了 我想 不仅仅是我 就算是屏幕面前的小伙伴们 也觉得没玩过墨影人 接下里轮到我了 让我也来体验一下 墨影人是什么感觉的 哇 我现在已经拥有了墨影人的技能了 看我的顺一手 哇 太酷了 你说野哥 我们现在是不是无敌了 此话怎么讲土豆 如果我们无敌的话 我想要再去挑战一下 阿俊给我的饿岗箱 那是什么 上次阿俊送了我一个宝箱 我以为是阿俊给我的好吃的 结果一打开 竟然是一个大蜘蛛 还好我跑得快 不然的话 我想我现在已经变成蜘蛛侠了 阿俊这么坏的吗 就是这个箱子了野哥 这里面绝对还有别的东西 走我们把这个箱子 给它搬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等等 土豆我们冷静一下好吗 我们现在虽然是墨影人 但不代表就是无敌的 我们还是别挑战了吧 不行 我今天必须 必须 看看里面到底还有什么 我倒看看 里面还有什么 哦不 野哥是一个小白 快走啊 土豆 我都说了冷静一点 咱们还是放弃吧 你就是不听 这个可恶的阿俊 每次都恶搞我 等我下次一定恶搞他一下 哈哈哈哈 土豆你 竟然这么记仇的 好了 这个墨影人没意思 接下里 我要给大家变一个僵尸看看 大家接下来千万不要眨眼睛 一定要看好咯 哦不野哥 我忘记了 僵尸白天会被灼烧的 太丢人了野哥 这段掐了别拨啊 哈哈好的好的 我会给你这一段剪掉的 小伙伴们一定不会看见的 我们再等到晚上再变成僵尸吧 OK现在已经是晚上了 众所不周知 僵尸晚上就不会受到伤害了 所以我和土豆 也已经变成僵尸了 接下来就让我们恶搞一下村民吧 嘿 村民不要跑 我们来了 哦不 僵尸怎么这么早就过来了 我可真倒霉 你们不要过来啊 谁能来救救我啊 哈哈哈哈 没有人能帮你了 你还是束手就擒吧 哈哈哈哈 村民我们只不过是和你开玩笑的 一会就把你变回来了 你们太坏了 我才发现 既然是你们两个 等等野哥 你看远处 那里好像有一个真的僵尸 并且 他好像一个僵尸王 我看到了土豆 他也太巨大了 他朝着村子过来了 可是他并没有对我们发起攻击 当然了呀 土豆 我们也是僵尸啊 不行啊 土豆 我们赶紧去变一个很厉害的角色 我们不可以 让他破坏我们的村庄 你说的对野哥 快走 我要变成铁傀儡 OK现在 让我躺在床上 密西密西 话不拉紧 如果你不拉紧 我就不能密西 嗯 好了 现在我要去 阻止僵尸王 黑你个笨蛋僵尸王 见到我土豆哥 还不赶紧逃跑吗 就你一个小小的铁傀儡 你根本不是我的对手的 我劝你还是放弃吧 土豆加油啊 我们一定要把他赶出村子去 还有你 等我收拾完他 再来收拾你 我不看来土豆输了 好 现在轮到你了 哦不 你不要过来了呀 三十六计走位上计 我先逃了 不然得话 我和土豆就都要狗带了 我现在得赶紧变一个超级莫影龙 才能打败这个僵尸王 哦不 他怎么跟到这里来了 哈哈 就让我先变成莫影龙吧 哦不 不可以 你不能这么做 哈哈 我已经成功了 这次我变得更强了 我要统治整个我的世界 哦不 我自己现在已经是不能跟他对抗了 我现在 需要想办法 先把土豆恢复了 不然得话 靠我自己肯定是不行的 医生医生 我给你一堆绿宝石 求求你 先让我的朋友站起来吧 那太简单了 小朋友 来吧 让我来治好他 让我先来看看他怎么回事 这里医生 在这里 OK 这他简单了 让我给他浇上我自己做的满口香椒盐 然后倒上烫烫的菜籽油 然后浇给 好了 我的天啊 妙手回春啊 马大夫 我想到好办法了 野哥 我现在就去变成莫影人 好了 野哥我使用莫影人的技能 控制住他了 你快来把他终结掉 太好了土豆 我这就来了 嘿 你们两个老六 有本事放开我 让我们真刀真枪的干一场 我想 我们是不会给你这个机会了 让你欺负村民们 你这个可恶的僵尸王 你们这么拼命的保护村民干什么 你们以为只要这样 就可以获得小伙伴们的支持了吗 你们错了 大家是不会给你们点赞的 就算大家不支持我们 我们也一定要守护好我们的村民 更何况大家会支持我们的 哦不 竟然让你们成功了 土豆 土豆 我们成功了 yes 太谢谢你们了 感谢你们 能够拯救我们的村庄 这些是我们的一点点小心翼 谢谢你们了 不客气的大家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方块哥 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 大傻春已经连续好几天 没有出过门了 所以我今天决定 带着他最喜欢的草莓蛋糕 来探望他 大傻春你在家吗 大傻春 我是方块哥 我来看你了 大傻春开开门 大傻春 奇怪怎么一点反应也没有 大傻春这家伙 该不会是出什么事了吧 我想我还是直接进去吧 大傻春你不出声 我就直接进来了 大傻春你在吗 你在这里面吗 哦等等等等等等 这是怎么回事 大大大傻春的床上 怎么躺着一个 突变僵尸在那里 大傻春呢 而是谁啊 是谁在那里 等等这不是大傻春的声音吗 我方块哥原来是你啊 等等大大大傻春 你你还好吗 不太好 我感觉我的身体很累 我的脑袋晕乎乎的浑身没劲 也不知道是怎么了 而大傻春 我想你最好来到镜子这里照一下看看 怎么了方块哥 你今天怎么好像有点奇奇怪怪的 为什么突然叫我去照镜子 不不不不不 这是怎么回事 我的身体我的身体 为什么会突然变成了突变僵尸 这太恐怖了 是谁是谁对我下了什么邪恶的诅咒吗 等等这个不是我最爱吃的草莓蛋糕吗 谢谢你方块哥 是你给我带的蛋糕吗 哦怎么回事 这个草莓蛋糕是坏了吗 为什么它的味道是如此难吃 大傻春 我想可能不是这个草莓蛋糕坏了 是因为你现在变成了一只僵尸 所以你才会觉得这个草莓蛋糕难吃的 尝尝这块腐肉看看伙计 好吧让我试试看 我感觉我都要饿坏了 哦天哪 没想到腐肉居然如此的美味 我已经很久都没有吃过那么好吃的东西了 我很高兴你能喜欢 不过奇怪的是 你为什么会突然变成了一只突变僵尸呢 我也不知道 我也是刚刚照了镜子 才知道自己变成了一只僵尸的 等等这个是什么一个笔记本 这里怎么会有个笔记本在这 让我们打开它看看上面写了些上面 突变僵尸地诅咒 所有被突变僵尸诅咒的人 都会变异成一只突变僵尸 在一百天后 他们将会完全失去自我意识 变成一只真正的僵尸 什么什么突变僵尸诅咒方块哥 大傻春我想你可能有大麻烦了 你被邪恶的突变僵尸给诅咒了 一百天后 你将会完全失去自我意识 变成一只真正的僵尸 什么为什么 他为什么要诅咒我 我不想变一只僵尸 我只想做我自己 我只想做大傻春 不不不不 好烫好烫好烫 太糟糕了 外面的太阳已经把我给当成 一只真正的僵尸了 只要我现在一出去 就会被这些太阳给灼烧了 方块哥我该怎么办 我不想变成一只僵尸 别担心大傻春 现在还有一百天的时间 我一定会想办法 帮你打破这个突变僵尸祖宗 让你恢复成原来的样子 不过首先我们得先解决 你白天无法出门的这个问题 等等有了我想到个 可以让你白天 在外面行动的办法的大傻春 如果我在村子的上方 盖一座桥挡住这些阳光的话 这样你就能在我们的村子里面 自由行走吗 我可真是个天才 好了大功道成 我在村子里面 为你搭建了你的专属道物 现在你可以在这里面自由行走 不用担心再次遭受太阳的灼烧了 哦天呐 那我现在真的没有再被太阳给灼烧了 我又可以白天在外面自由行走了 谢谢你方块哥 谢谢你为我做的这一切 不用客气大傻春 既然行动的问题解决了 那就让我们开始去寻找 打破这个突变僵尸诅咒的方法吧 第十天 方块哥你带我来这里做什么 欢迎来到我的僵尸实验室 经过这几天的研究 我已经研制出一种 可以把僵尸恢复成正常村民的实验了 好了现在让我们开始 我们的第一次实验吧 看看这个方法是否能奏效 首先我要把这些特制魔法药水 给他们喂上一些金苹果 来吧吃吧小僵尸们 吃完这些金苹果 你们就能重新做人了 好了现在我们只需要静静地 等待十秒钟的时间 如果实验没有问题的话 他们马上就会变回成普通村民了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哦天呐快看了 我们的一号选手已经恢复正常了 看看另外两个僵尸的情况怎么样 哦二号选手也变回村民了 太不可思议了 这三只僵尸全部都被治愈了 他们已经全部变回成普通村民了 我的实验成功了 那这些魔法药水和金苹果 是不是同样也能帮我恢复成原来的样子方块哥 我想应该是的没错 来吧让我们帮你恢复成原来的样子吧 大傻春 快点快点方块哥 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变回原来的那个大傻春了 多吃一点这样效果可能会更好 好了现在我们只需要静静地等待十秒 等待奇迹的出现 第二十天 方块哥你不是说等十秒就可以了吗 我们都已经在这里等了整整十天了 为什么我还是一点变化都没有 可能因为你的情况比较特殊大傻春 所以恢复时间也要比普通的僵尸要久一些 别骗我了方块哥 这个实验对我来说根本就不管用 我该怎么办再过八十天 我就会完全失去理智 变成一只真正的突变僵尸了 我不老天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别放弃大傻春 一定还会有其他的办法的 这里是哪里方块哥 看到你后面的那尊僵尸神像了吗 大傻春 这是我特意向女巫求来的 传言如果不小心被邪恶的僵尸给诅咒了的话 你只需要围绕着这尊僵尸神像跳舞三十天 僵尸神像就会保佑你 帮你打破诅咒 你确定吗方块哥 虽然这听起来很可疑 但是我想我们最好还是试一下 万一真的成功了呢 好吧 只要能让我恢复成原来的样子 别说跳舞了 让我做什么都可以 来吧 开始吧 大傻春 我会一直在这里陪着你 直到你跳完三十天的 加油 大傻春 你一定能做到的 只要坚持跳完三十天 你一定能打破这个邪恶的诅咒 恢复成原来的样子 我一定能做到的 我一定可以 第五十天 我一定能做到的 我一定能做到的 不敢置信 你真的坚持下来了 大傻春 你成功的在这里连续跳了三十天的舞 你现在已经成为一名优秀的僵尸舞者了 我不想成为什么僵尸舞者方块哥 我只想做回我自己 我已经按照你说的 在这里跳了整整三十天的舞了 为什么我的身体还是一点变化都没有 诅咒还在我还是一名僵尸 我该怎么办 现在就只剩下一半的时间了 不敢相信我居然浪费了整整一半的时间 在这里做这些傻事 难道我真的就只能接受 成为一个突变僵尸的命运了吗 看来现在不得不动用我的身体重组机器了 身体重组机器 是的没错我本来不打算对你使用它了 因为它会让你感觉十分的痛苦 我不怕痛苦方块哥只要能让我变回原来的样子 我什么都不怕 好吧既然这样 那就跟我来吧大傻春 就是这里了 大傻春我再问你一遍 你确定你要这么做吗 是的我确定只要能让我恢复成原来的样子 让我做什么我都可以 很好就是要这样大傻春 不愧是我最好的朋友 现在你需要进入到这个机器的里面这里 然后我会启动引爆这些TNT TNT的强大冲击力能帮你刺激你的身体系统 对你的身体进行重组 原来的样子太棒了 让我们开始吧方块哥 但是如果你的身体不够强大 这些TNT可能会把你的身体给炸粉碎的大傻春 你确定你还要继续吗 虽然听起来很恐怖 但是如果不能恢复成原来的样子 这会比杀了我还要痛苦 所以让我们开始吧方块哥 好进入到那些水里面大傻春 来吧方块哥 放马过来吧 啊好痛好痛好 爆炸停止的 成功了吗 身体统组实验成功了吗 大傻春你还好吗大傻春 我不等等大傻春你怎么样的大傻春 不我都干了些什么 风险做这么危险的事情 我杀了大傻春 我杀了我最好的朋友 吓死我了 我刚刚差点以为我要嘎在这里了 哦大傻春你没事 太好了看到你没事我就放心了 方块哥别忘了我现在可是个僵尸 僵尸是不会死的 虽然我没事 但是我的身体还是没有变回原来的样子 看来这个身体重组机器对我还是不起效 我们只能继续去寻找其他的治疗办法 这次为了安全起见 我们不能再这样对你进行盲目治疗 让我们去图书馆吧 去图书馆那里查找治疗你的方法 我们一定能在那里找到治疗你的方法的 第99天 还是没有找到还是没有找到 今天已经是第99天了 明天我就会失去理智变成一只真正的僵尸 我该怎么办 我该怎么办 难道我只能接受变成僵尸的命运了吗 我不老天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等等我突然想通了大傻春 我知道该怎么打破诅咒了 我们一直搞错了治疗方向大傻春 如果想让你恢复原来的样子的话 我们就得打破找个突变僵尸的诅咒 而打破诅咒最简单的办法 就是消灭掉那个对你下了诅咒的僵尸 让我们去找到那个僵尸大傻春 只要消灭掉它 你就能恢复成原来的样子了 事不宜迟让我们走吧 没时间浪费了 这里就是突变僵尸的老巢了 那个诅咒了你的突变僵尸 一定就在这里的上面大傻春 让我们去消灭掉它 这样诅咒就会被打破 可是我们该怎么从这里上去呢方快哥 这里连个门都没有 而且城墙的下面还布满了熔岩在这里 一定会有办法的 让我们再仔细找找看 等等这个是什么 一个按钮 大傻春快过来看 我发现了一个按钮 如果按下这个按钮的话会怎么样 哦天那是一个秘密入口 这个一定就是通往那座高塔的秘密入口 让我们进去吧大傻春 让我们走吧 找到那个邪恶的突变僵尸消灭掉它 你身上的诅咒就会消失了 我们成功进入到了这座高塔里面 那个突变僵尸现在一定就藏在这座塔的顶端 我们得想办法上到这里的顶端上面去才行 让我们走吧大傻春 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我们得尽快打破诅咒 不然你马上就要失去理智 变成一只真正的僵尸了 这里可真令人毛骨悚然 到处都遍布满了这些蜘蛛网和骷髅在这里 让我们加快点速度大傻春 我们得再快点 这个应该就是通往上一层的梯子了 让我们上去吧 好吧看来还有很长的一段路在等着我们去走 不知道这里的上面等着我们的又会是些什么 这里会是顶层吗 好吧不是 这里可真热呀 奇怪那个突变僵尸为什么要在这里 弄一个放满了熔岩的房间在这里 难道它要在这里争桑拿吗 我们离顶层已经越来越近了 坚持住大傻春 我们马上就到了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这里的上面应该就是这座高塔的顶层了吧 来吧让我们准备开始我们的战斗吧 大傻春 那个突变僵尸一定就藏在了这里面 准备好了吗大傻春 准备好了 三二一走你 来吧你这个邪恶的僵尸 让我们合力消灭掉这个可恶的家伙 给我受洗吧 你这个邪恶的僵尸 给我下地狱去吧 别让它给跑了大傻春 让我们乘胜追击 它不会是我们两个人的对手的 给我嘎吧 欧天娜成功了 我们成功消灭掉那个突变僵尸了 那是不是意味着诅咒也要消失了 欧天娜快看那大傻春 你恢复正常了 你恢复成原来的样子了 太棒了我身上的僵尸诅咒被打破了 万岁我不用变成一只僵尸了 我们成功在第一百天前打破了诅咒 今天又是美好的一天 今天的天气真不错 是的没错 呃等等 我去 奈奇你屋子着火了 什么情况 快 快点逃离这个房子 奈奇别靠近火源 微信 欧布节节 我所有的钱都在里面 我们的房子已经被烧毁了 房子地上还炸出了一个大坑 欧布我们的钱和房子都没了 卖青你先别气馁 我们再看看 或许还能找到些没有毁坏的东西呢 哎呦我去 一不小心掉水里 等等我卖青 我也下来看看坑里有什么 什么都没有 只剩一地狼藉 这简直太糟糕了 都怪我们没有做好防火措施 导致火灾带走了我们的一切 火灾实在是太危险了 还有一个坏消息 我们的房子没有任何保险 也就是说 我们不得不自食其力了 这也太惨了 我们连吃的都没有 而且我们还没有钱去买东西 无无太惨了 卖青你先别哭 要不我们去做生意吧 我们现在已经没有选择了 做生意我们能行吗 是的 相信自己 走吧 我们行动起来吧 勾勾勾 我看了一下 这个村庄看起来挺空荡的 要不我们在村子中央开一个商店吧 包好主意 我们可以批发价买来 再高价一点卖出去 这样我们就能够赚钱了 这倒是个赚钱的好办法 可是我们现在没有钱了 好吧 出师未劫身先死 还没开始就结束了 迈奇我们不能就这样放弃 我想到一个计划 我们可以去借钱来创业 然后我跟迈奇 坐了两个半小时车来到了城里 哦 我们现在是在城市吗 这里也太繁华了 跑高的楼 试的走吧 我们去银行吧 太难了 迈奇 我去咨询了很多家银行 因为他们还不信任我们 所以都不愿意借钱 我想我不得不使用出杀手锏了 嗯 什么杀手锏 走吧跟我来 这里是什么地方 看起来好荒凉 因为我们借不到钱 所以只能来这里了 我也不想的 但是我们别无选择 这就是你的杀手锏吗 是的 就在这些方块里 找到了 就是这里 走吧我们进去吧 里面什么都没有 你进去就知道了 要拉动这个拉杆 才会打开这个秘密通道 哇酷哎 这里面有什么 我要下去借点钱了 你可以在这里等我 迈奇你一个人在这里 你要注意安全 这次是我们最后借钱的机会了 我顺着通道入口的楼梯往里走 然后来到了通道的尽头 这里有两扇安全阀门 只要我扭动它 门就会打开 这里看起来太可怕了 如果最后我还不上钱 我的下场可能就会跟这两个家伙一样 这个人看起来凶神恶煞的好可怕 但是我别无选择 你好我可以借点钱吗 我成功的 借到了钱 太好了 我们现在已经有创业启动资金了 我得赶紧回去找迈奇了 姐姐你终于回来了 是的迈奇 我成功借到了一些钱 真的吗 那太好了 你拿到了多少钱 当当当 我借到了一百个绿宝石 天哪太棒了 我们有钱开商店了 走吧让我们去进一些货吧 迈奇 我和迈奇来到了大型商场 来吧迈奇这笔钱给你一半 我们一起去进货 好的谢谢 让我们去看看到底买些什么东西比较好 哦这里有一个钻石店和小吃店 迈奇你觉得我们开什么店比较好 你开钻石店我开小吃店怎么样 好主意就这样安排吧 我们用借来的钱购买了所需要的商品 我们把买到的商品装进箱子里面运回了村子里 接下来就是打造我们商店的时间了 首先要建立起我们的商铺 大概就这个尺寸 这是我商店的大制雏形 看起来还不错对吧 我必须得加快一点速度 毕竟我们十天之后就要还钱了 如果我们还不上钱 我们将会迎来大麻烦 所以我们得赶紧建立好商铺之后开始营业 我们要做的就是把我们的商品全部卖掉 所以这会使得我们需要非常多的顾客 好了 再把这个屋顶封上基本就差不多完成了 现在让我们来建立起一个像样的商铺门口 再放上货架 接下来就是把我的商品全部摆放上去 就像这样 我的钻石商品陈列到货架上非常好看 除了钻石还有钻石方块 我这将会是一个非常别致的店铺 最后再加上店招牌 让别人知道我是卖钻石的 好了 我终于完成了我的钻石商店 我现在要做的就是等待顾客的出现 快过来看看我的小吃店 看起来很棒对吧 看起来真不错 你这里有超级多的小蛋糕和汉堡包 是的没错 我们等会会有人来吗 我们试试营业就知道了 营业一段时间过后 哇 麦琪你看我的商店外排了那么长的一条队伍 一样 我的小吃店门口 现在也排了超级多的人 真的是太好了 我们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走吧我们赶紧回去营业吧 你好 请问你需要点什么 好的 你需要一把钻石剑和钻石块是吗 好的我过去找找 钻石剑钻石剑我放哪里了 哦找到了 你的钻石商品给你 哦太棒了我赚到了绿宝石 目前我的收益有15颗了 好的 我又迎来了一位顾客要钻石盔甲 嗯好的 这是你需要的东西 耐斯 又收入了一笔 我现在已经有35个宝石 直到我们营业了两个半小时后 现在已经是傍晚了 这是我最后一个顾客 我已经有点累了 他想要钻石戒指还有钻石块 太棒了 我已经完成了今天的工作 把商品全部卖完了 麦琪你准备情况怎么样了 哦看起来麦琪生意也不错 麦琪干得漂亮 好了麦琪也已经把最后一份 冰淇淋和蛋糕卖光了 麦琪太棒了 你也卖完了 是的 我们现在赚够了绿宝石 我们不仅可以偿还债务 而且我们还有足够的钱 来重建我们的屋子 是的没错